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望步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國家 其實之前因為有些戰亂 所以這個國家,尤其是在墨爾本 在澳洲墨爾本,很多這個國家的 庇護人士後來就拿到這個身份 那是南蘇丹 南蘇丹,當然了 之前是蘇丹,後來就是南蘇丹 因為他是從蘇丹獨立過來 他們的總統 是相當有權威的 不過有位記者就做了一件事 令到他自己 人間蒸發了 暫時就找不到他出來 那究竟什麼事呢? 會不會像卡舒吉事件2.0 不會,因為沒有人幫這個記者 暫時不會 應該這麼說 因為卡舒吉起碼 他也是有美國綠卡的 這個記者就好像不關事了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 這個記者 就是發佈了 這位南蘇丹總統的一條片 什麼片呢? 不是閃卡片 是他 失禁 失禁 這個也很嚴重的 是的 但這位總統就很討厭別人說他的健康問題 因為這位總統也是被稱 影響到他的權威 沒錯 南蘇丹總統 馬阿爾 迪特 他 之前就出席在高速公路的落城典禮 並且有電視直播 尷尬的是 這位七十一歲的總統在唱國歌的時候失禁 那麼 這位 整條褲就濕了 這件事 還有後續的 因為有記者 很不識趣 居然把總統失禁的 視頻 放了去社交媒體 那麼 當然 後來 這個記者 就很多傳聞 反正現在就找不到人 有些人就說他 他感到不妥和 羞愧所以自己搞定了自己 但是 很難相信 南蘇丹的新聞自由度其實挺低下的 之前也發生過很多事情 現在真的不知道這位記者是哪裏的同行 很多傳言反正他住的地方就不見人 什麼人都沒有 根據 最新的消息看到 第一則新聞就說這位記者 有一位同行就說願他安息 沒有辦法 這位記者 將 南蘇丹總統失禁的影片放了上 網絡 所以呢 他就覺得自己是失得記者 結果昨天下午 自己在他住處 搞定了自己 他就感到很後悔 並且請大家的原諒 這個是他所謂朋友說的 自己搞定自己搞定自己 不過很搞笑 之後呢 之後 是 幾個小時後 他這個所謂朋友的 Twitter這個貼文就被刪了 不過 都已經是截圖了 所以呢 很多的新聞機構都引述了 在非洲有 這個新聞機構也要小心 那麼全球的業者 都是很擔心的 因為 那麼失禁而已 你說他 是不是貪過癮我覺得他就是如實報導而已 但是你將總統的權威 人家覺得他身體不健康 因為這個總統之前 是差點被人政變成功的 他覺得 頂你呀 我的政敵看到我這樣是多少 蛤 會不會覺得我很弱 之後向我動手 甚至 有人 亦有報導貼出他 叫做離世的照片 但是 之後 就說原來不是他 是這個 尼日利亞一名汽車 商人自己搞定自己的新聞 不過 這件事情 已經距於 新聞業 大家都很擔心 尤其是 全球業界都擔心 尤其是你也知道 在 蘇丹有 有傳媒分支的記者 一名記者就說 雖然他們沒有辦法證實 究竟那個同事 事生事事反正人就不見了 不過 這些 流言蜚語令大家都很恐懼 另外一位記者亦都說 任何不當行為都應該由法律來處理 而不是由某些人來處理 他說法律我立的 是嗎 是嗎 另外一位記者 就是 提醒政府說 首要責任是保護公民和記者 在他們那裏應該 是保護自己權力掛 是的 保護這個領導者多些 沒錯 他就呼籲 即 總統 和有公信力的人權機構 一起 找那位記者出來 他去了哪裏 知道嗎 我很怕他好像卡書吉一樣 沒有了 沒有了是沒有了 可能沒有了 我怕你沒有了 可能 很可憐 反正現在人間偵發 沒有人知道事生事事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總統一起承擔保護目前處於 危險當中的這位記者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總統的人糟糕 因為這個總統其實 明星馬馬地 無國界記者組織亦發聲 這位馬亞 爾迪特在2005年擔任總統 現在被稱為全球 最 手狠的迫白記者人物 另外 南蘇丹的新聞自由度基本上是 很低的 南蘇丹是非洲大陸上 對記者最有敵意和最危險的國家 在這個國家工作的記者無論是外媒還是本地媒體 都經常受到審查和壓力 為什麼 大家知道 那個記者可能沒有了 因為自從 2011年以來 已經有幾十名記者 被人暗暗了 而且這些疑似的嫌疑人 最後都是逍遙法外 所以大家覺得 總統先生會不會覺得 我不想看到他 不想看到他 之後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南蘇丹當然是一個 之前很動盪的地方 沒有辦法 這些地方也是 令人 很 心碎 南蘇丹 就叫南蘇丹共和國 是非洲東北部一個內陸國家 2001年 就從蘇丹那裏獨立出來 現在蘇丹 也有些人叫北蘇丹 一個南北這樣分 不過 其實蘇丹共和國 和南蘇丹共和國是不同的 南蘇丹 的東面就是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 差點 伊索比亞 南面就是江港民主共和國 還有肯尼亞 還有烏干達 西面就是中非共和國 北面就是蘇丹 即是他以前的國家 其實 包含伯里洛河 所形成的蘇德沼澤 目前最大的城市叫朱巴 未來就會遷都 現代的南蘇丹共和國的 領土 在埃及時候 武漢默德阿里王朝 所佔領 後來 英國和埃及 共同管治蘇丹 所以叫英埃共管蘇丹 到了1956年 蘇丹共和國獨立之後 就成為了他們一部份 並且 劃分為 南蘇丹十省 第一次蘇丹內戰 蘇丹南方 就在1972-83年得到自治 第二次蘇丹內戰 就在1983年爆發 都是很久到2005年 簽署全面和平 條約 成立蘇丹南方自治政府 2011年 南蘇丹通過公投 厲害 公投有98.83%的人 通過了 所以南蘇丹共和國 就是在2011年 7月9號令時 宣佈獨立 公投是沒有正式的 正式的 為何要分開 是因為 大家的種族不同 所以 亦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分開也好 也好 因為之前太過了 矛盾 你知道在非洲地方 如果 矛盾太強的話 爆發內戰 是的 因為 南蘇丹人口 主要是由 這個 因為它其實是 非裔人是黑 黑人 事實上 在 統計上它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 大約一半人不夠18歲 大多數人奉信的是 基督教 以及 他們討主信仰 跟 蘇丹共和國 是不同的 蘇丹共和國 其實是阿拉伯文的 大家知道他信什麼 某宗教 是的 某宗教 當然了 後來分開了 也是一件好事 你講回 現在這位總統 他 是現任南蘇丹總統 是前蘇丹第一副總統 其實 南蘇丹都獨立了很久 但是他也是南蘇丹 正式獨立的首任總統 當然 他 也是之前 他現在是穿西裝 以前是穿軍裝 大家明白了 是穿軍裝的 這位阿哥 在 2011年 蘇丹南部獨立供求結果之後 絕大多數的蘇丹南部人 選擇脫離蘇丹共和國 南蘇丹共和國 正式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 這位阿哥 就成為首任總統 他獨立之後 他就說 要大家向有民主平等和正義 但卻不接受 嘩 說得那麼好聽 對 很難相信你 很難相信你 但不接受彩虹的行為 這位 總統在國內 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根本不可能遭到任何彈劾 好像2013年 總統 解散了整個內閣 同時持續 這個 蘇丹副總統的職務 至今反對派事實上 仍然是沒有實質的政權 當然 他很有趣 有做過總統又做過副總統 最后跟普京大大有點相似 梅德韋傑夫 差不多是如此 換來換去 是的 其實他 在2016年 被無國界記者列為 新聞自由的掠奪者名單 2013年的時候 他跟 那年7月被罷免的前副總統 馬查爾之間 有一個內戰 最後當然是他 贏了 亦取回政權 當然亦令到 生靈吐灘 只要這麼說 這些地方 非洲是很難管治的 非洲是很難管治 其實兩個國家分開好事 他們亦有很多其他的 尋求庇護人士是來澳洲的 是來澳洲的 但是 我不是說他們有問題 我是說 他們 因為 這麼說 他們就 疏於照顧他們 新移民 其實 就搞到 很多小孩就學壞了 他們 南蘇丹人 其實 他們社區的治安都是一般的 都是一般的 這個總統 馬雅爾迪達 都挺厲害的 從南蘇丹立國做到現在 當然 你這樣 說他 不是說他 把他失禁的視頻 流出來 他當然是跟你試過 因為 你這樣讓他 變相削了權威 是嗎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